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素寶 今天4月22號下午接近6點 之前上載了一條影片關於電能 講了一些關於它的財技 究竟電能是否發電的 還是它有什麼財技藏在下面 關於電能的我也寫過不少的blog 大家可以在下方看我寫的文章 包括一些文章都已經在blog 追渣顧、前景分析都在blog 雖然是2021年寫的 但今天到2022年的留言 其實我自己的留言對它都差不多 大家可以關一條影片去看 還有看我blog的文章 我都放在下面info box上 今天我會講他的兄弟 或者你可以當他是母公司 因為他們關係都蠻複雜的 今天就會講一下長礦基建 但我發現原來我blog是沒有寫過它 我反而寫過它又是另一篇關於財技的文章 曾經在2021年12月24日 長見高價回購了股份 當時收市價是48元 而它的回購價是68元 當時我也有寫一篇很詳盡的研究 講解它為什麼有這樣的交易 我當時都差不多研究了兩三天 大家可以看看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go through 一下 年報和PowerPoint 之前都講過了 Google search CKI就是長礦基建 Infrastructure Ir就是PowerPoint Slide 用來卡來看 有機會我今天都想和大家一起go through 連報 看看有沒有年報 2021年年報 很快就go through 講一下它有沒有什麼財技特別 或者它的前景如何 首先是go through slide 還有今天都預告我都不會再看時間 大家留在這裡 都是重口味的朋友 喜歡聽或者喜歡看一些 很認真的看簡報 或者做年報研究 我們一張張的go through 這個就是2021年 今年3月16日發出來的簡報 它主要是說它都表現很好 譬如說 這個profit按年比就3% 另外就來自於營運的現金 即是資金按年增長8% 股息繼續是 連續25年增長 今年就好像不是派一仙 是派了三仙 往年就派一仙一仙派 今年派三仙 另外我們都嘗試研究一下 它未來還可不可以加 看看有沒有一些insight 之後都會一起看年報 這份就是它的P&L 這份就是它的P&L 都不多說 看看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好像暫時都沒有 OK 另外就是它的分佈 其實它有一部分就是來自於PAH PAH 就是Power Asset Holding 應該是006 之前都拍過片 就是這條片 就是這條片 大家可以一起去看看 另外有 大概40%就是來自於英國的 澳洲或者其他 但我們都要看看究竟長江基建 是否真的一隻純基建股 還是好像電能一樣 有些財技的東西 待會都一起看 這個就是它現在的身體狀況 家裏有多少債務 有多少的 是如何的 相對都非常健康 相對都非常健康 而且 OVPH的永續債券 就提早熟回了 這裏的專題 我就放了在 這個 Blog上 OVPH 大家可以看看 我都放了在YouTube的Info Box 下面 它的借貸 都相對健康 以及它的評級 A級 另外這個 就是因為它旗下 很多的 很多的子公司 或者合營聯營公司 都是一些 受規管的行業 所以就有一個 全新的Price Control 即是價格管制 藍色就代表新的 價格管制已經正在行 大部分都正在行 2022年全部都是新的 另外 它有一些 收購 買了一些堆田區 renewable的 gas project 風能的project 甚至乎 賣這個好像是 電碳 有沒有記錯 之後可以再看一看 我們keep住個question 另外就有 不同的機會 因為往後這幾年 都應該是 低碳能源 或者新能源的大趨勢 都會保持高 去發展 所以這裡就 講一講它旗下 很多的 很多的產業 或者子公司 都是會吃正一飯的 這樣 作為一個selling point 這樣 看一看其他東西 有沒有什麼特別 好像都沒有 那個powerpoint 我自己的經驗 我都看很多不同公司 powerpoint 即這些簡報 包括香港 甚至乎 新加坡股 英股 美股 我都有看的 老實說 長江基建的簡報 是做得相對比較差 一些 比較短 好像都沒有什麼意思 帶流出來 所以很多時候 都要很認真地去研究 它的年報 才能看到一些東西 OK 那我們 直接去看它的pnl 其實跟電能差不多 電能都是這樣的 對 p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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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记得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上次说过,这个是电能的,大家应该有印象,它的日利是比它的收益数倍大,当中有很多是合营和联营,上次也说过 上次也说过,它的收入主要是来自利息收入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可以看回我上次的YouTube,另外呢,就看它的长江基建,首先第一样东西,营业额这里,其实我自己就觉得不太关事,不太关事, 它只不过是将其他合营公司的营业额,营业额就写了上来,但其实就不太关事,和大家都看到,直接可以看这个会比较好些,收入,是基建投资的销售和利息收入,和电能是很相似的,和它下面呢,你见到的日利呢,都是7000多,和它收入是相约的,很明显它中间是有些东西是加了,譬如说,都是同一样,和电能一样,是有一个联营, 和合营,和合营企业的业绩呢,是分摊了上来的,OK,那我们都可以再看一看,这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那大家就见到呢,它们的营业额呢,是指什么呢,是指, 基建材料销售,那长江基建是有一家的水泥厂,那这个是它的主业,都是,和就是和电能一样呢,都是, 向它旗下的联营,和合营公司借钱的利息收入,和有些是废物管理的收入,OK,那所以呢, 其实呢,主要我们去看它的收入呢,摊占营业,我们可以不需要理会的,不需要理会的, 我们直接看这部份,和你看到就,利息收入,和电能呢,其实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运作, 所以整个长江系,长江系,长江实业,长和,长健,和电能呢,都是一些很懂得玩财技的公司, 所以呢,我这里拆开一点点话题,就是呢,不少网友都会问我,因为,我都,自大一点的说呢, 其实呢,我都写了很多关于李嘉诚,旗下公司的东西,也都做了很多的研究,放在blog上, 那有不少朋友,网友都会问我,啊,你写那么多,你那么熟悉李嘉诚公司的东西, 你那么厉害,看会计,各样财技,会不会其实我有买一场李嘉诚的东西, 那其实,我手上是一股李嘉诚的持股,现在是没有的,OK,是的, 因为主要呢,它是不太符合我的选股标准,是的,那因为呢,就是,很难, 持有李嘉诚公司是很难难的,你要不停地研究它的东西, 它很多,每年都有些新动作会出来的,是的,那么, 那么,我的标准其中一个是,五年不看份联播,那么,很明显, 在长江系,李嘉诚的旗下公司是不行的,那么, 那虽然它的公司是漂亮的公司,但是,它实在太多东西搞了, 研究是太花心神了,OK,那回到这里,那所以,它这里主业, 就是,废物管理服务销售,OK,合资的利息收入, 联营的收入,和基建材料销售,OK, 那么,另外,它的营运成本主要就是, 譬如说,出售存货的成本,提供服务的成本, 那所以呢,其实这里我们有个对比,就是, 出售存货的成本是2000元,那它出售存货的收入, 就是2400元,这两个可以对到,那另外, 服务的成本就是1100,那它的收入呢,就是1800, 大概是这样一配,那另外,它的利息收入呢, 它的成本就应该是它的融资,就是它问银行借钱回来, 大概是多少,那主要我们看这个位,OK, 即是长安基建,它问银行借钱给的利息是383元, 它将这些钱借出去给合营和联营, 就收回300元加2466元,OK, 那所以呢,它都是主要是一个赚息差的行业, 赚息差的公司,OK, 那另外,大家也留意到它的税项呢,在香港呢, 是,都是一元,交一元, 不是一元,一百万港元, 就是一百万,大概交一百万税左右, 那大部份税都是交海外税的,OK, 那这个都是,因为它有些财技在这里,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它, 或者有兴趣我可以之后再说,OK, 那看看先, 这个它已经打直了,好像不是太方便看, 不过不要紧要,主要都是这个玩法,OK, 那还有就,看看先, 对了,那跟电能一样, 在利息那里呢,看看它是怎样玩法, 那我们也要看它借给其他公司是多少利息, 那我们也要找一找, 对了,那合型权益,那这里, 譬如说, sorry,先看看联形权益先, 首先,联形权益这里, 那这里,那投资包括是, 真是投资,和一些欠款,OK, 那欠款呢,这里呢, 就有没有写利率, 好像是没有写利率的, 这里没有写到, OK,那合型呢, 那你见到投资是五万, 另外也是有些欠款, 那有三万七的, 那另外一会儿都可以看一看, 扶注三十六, 看看有没有其他再深入的资讯可以看到, 看看先, 好,我们去扶注三十六万, 三十六, 那他就一大段文字, 那就, 未必个人会看的, 不要紧要这些我看, 那他譬如说, 联形收取还款这些, 你借款呢, 其实每年就, 10.85%至11.9%是借款, 那是固定利率的, 而联营贷款呢, 就大概是11.05%呢, 就是收过借款的, 那就是说, 他借10厘出街给联营合型, OK, 那都, 都几狼死下的, OK, 利率结构, 好, 这里就没有了, 那另外呢, 我们看看现金流量表, OK, 那跟上次电能也是差不多, 那电能我上次都说, 看他赚不赚钱, 就不是看他的选益表的, 就应该是看他现金流, 就应该是营运现金流, 就应该是营运现金流, 加他旗下公司收的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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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里长江基建, 长江基建, 长江基建, 我们看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他收到3000元的, 的营运现金流, 再加上他那些旗下公司的股息, 联营和合型股息, 好, 那我这里先介绍, 譬如说, 2021年, 就是30, 3055加2592加2757, 那应该是收到现金流加股息, 8404的, 而他派股息派了多少? 他就派了6249, 那我目前都有钱可以再加派的继续, 那对比上次电能, 就应该是不够派的, 除非他真的要卖东西, ok, 另外也要考虑一个, 派给永久资本的证券的分派, 因为这个都是借钱利息, 只不过借钱就是他借一个永组的债券, ok, 另外呢, 另外呢, 另外有个位呢, 就是我们主要是要看, 就是, 这个, 他有个位, 来自营运现金流, 这个位, 其实他都算了出来, 就是他这些就是, 来自营运现金流, 和收取乱营合营的股息, ok, 主要看这个位, 这个呢, 就是少少一个关于, 长江基建, 我们在看这些公司的时候, 主要看些什么位, 那我们这里再, 再重复一次, 那么, 譬如说, 最主要我们看他, 收一表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 就这样看, 他第一行的营业额, 我们直接就看他这个, 7048, 里面的, 的, 各自item, 譬如说, 收的利息, 基建材料, 各样, 另外, 我们也要看, 他的, 现金流量表, 那最主要就是看这个, 来自经营, 经营业务的现金, 大概三千元, 三千度, ok, 和我们都要加上, 他收的联营和合营股息, 那他派出去的钱, 主要是什么呢, 派出去的钱, 主要是, 派股息, 和就要留意这个, 永久资本证券的分派, 主要留意, 这两样去, 定夺他, 有没有机会再派息, 那另外, 也要看, 在付注36那里, 在付注36, 或者是叫做重大关联人士交易, 是的, 因为, 他就没有电能, 他就没有像电能的年报, 有这个表来说, 他收的和给的利率是多少, 这里, 反而长江经验, 就没有说得那么清楚, 他就是摆在一个表里, 收收起来, 他就可能博一些人, 或者大部分的省目, 都没有这样的, 心机, 力, 能力, 去看, 那我们作为, 有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那我就当然拍一条片, 和大家一起去, 免费去share一下这些资讯, 那大家都看到, 他收的利息是, 百分之10.85, 即10.85%, 大概10-11%的利率, OK, 和都是没有固定还款期, OK, 主要呢, 这几个位置就是要留意长江基建, 反而就不需要太留意, 他旗下的, 旗下的业务, 譬如说这些呢, 是不是真的, 基建啊, 英国啊, 各样啊, 其实不太影响, 因为呢, 其实他就在, 譬如说, 这一堆公司, 这一堆公司, 借钱给他这一堆公司, 收了10厘的利息, OK, 而新, 纽西兰, 欧洲这一堆公司, 给了10厘的利息, 交了税了, 有剩了, 再派股息上来, OK, 所以呢, 对于长江基建, 或者电能, 这两个财技的公司, 其实他们, 首先, 已经稳赚了, 10%的利息, 稳赚了这10%的利息, 那之后, 再吃了, 留下的股息, OK, 所以, 这两间公司的财技, 就是这么多, 那我其他, 譬如说, 我都计了一个, 长江基建的股值, 那大家可以去patreon留意, 或者我其他的分析, 关于李嘉诚, 其他的财技, 那我都, 写过很多很多的, 包括就是, 他之前有一份, 整间场和系的, 估值报告, 有些做交易, 或者他之前, 卖了欧洲的铁塔, 另外, 他有些什么的, 生活智慧, 商人超人的智慧, 那我都写了, 那大家可以, 继续留意, 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的blog, 我的blog, 或者我的facebook, 我的facebook, 我的facebook数捕, 就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今天就这么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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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感谢观看